請問鵝南為什麼要叫做台灣鵝南 可以露臉嗎 鵝南本身職業是什麼 戰鬥暴龍臭還是鋼鐵加魯魯 選情子還是才子當女友 那肯定是不用說啊各位 肯定是 在工作和家庭還有YT上面有遇到抉擇或困難嗎 想瞭解鵝南喜愛日本前五名女優 以及心中前五聲韓翻韓片 鵝南開稿啦 雙就站起來啦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灣鵝南的實況台 那麼終於各位朋友 我們達成了兩萬訂閱啦 那麼首先呢 要非常感謝各位朋友們 這一路以來的支持 哇從一開始到七十幾訂閱的時候 到現在兩萬訂閱 確實對我來說呢 是一個相當大的里程碑 那麼上一次呢 我在我的實況台的社群呢 貼了一個 文章 那這文章的內容呢 就是說 大家達成了這兩萬訂閱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主播我的 那這一次呢 我就把這些問題呢 全部集合起來 做成一個Q&A的影片喔 那麼呢 也是按照慣例啦 我們勢必是要來一些Q&A 來解答一下大家的一些問題啦 那麼 我們就 直接開始吧 來那首先呢 是第一題啊 請問耳南 為什麼要叫做台灣耳南 感覺聽你的聲音 你是個帥哥啊 謝囉 日行一散 怎麼會噁心呢 那一開始呢 我會叫台灣耳南的原因 其實是 我原本不叫這個名字 我還記得我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名字叫做 看到山景就掛機 因為那個時候 哇 那個從 討厭 討厭山景是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的事情了 反正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剛開始玩冠高沒多久 然後 很多人呢 他在 他那個時候就出山景的時候 都是一直亂射亂幹那種 所以我那時候很討厭 看到山景獸出現在這個隊伍 然後呢 後來啊 因為我 開始慢慢的有花一點小錢在玩冠高 然後所以我就把錢呢 花在光頭這隻腳色上面 那個時候光頭火鍋很強啊 跟鬼一樣 所以呢 常常就會把很多的那種 對面的射手啊 蓋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哇 光頭這角色太好玩了 於是呢 我從那個時候就愛上了 內藤鐵野這隻角色 然後每一次出場呢 幾乎都是在玩內藤鐵野 然後後來呢 又推出了高殺一馬這角色嘛 高殺一馬也很好玩哦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是主要 專注在兩隻角色 一直就是內藤鐵野 一直就是高殺一馬 然後這兩隻角色呢 長得特別噁心 你也不能說他 他帥 你也不能說他很醜 但他就是長得很噁 尤其是內藤鐵野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欸 那我的名字改一下 好像叫這種負面的什麼 看到山頸就放退 那種名字不太對 於是呢 我就索性 就把它改成台發爾蘭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了 好 再來是第二題 請問爾蘭 在灌籃高手這個卡通裡面 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或是有哪一點有吸引到你 那以前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最喜歡的角色是三井獸 畢竟呢 你知道在國中 國小高中那個時期呢 大家對浪子回頭 都會有一些特別的情節 所以我以前呢其實是最喜歡三井獸的 但到現在呢 不管是看完電影版後 或者是在看電影版之前 玩這個遊戲之後 我最喜歡的角色 依然是內藤鐵野 哪一點吸引到我呢 因為他夠噁 謝謝 第三題 問問爾蘭有什麼動畫推薦 和最喜歡的動畫 除了灌籃高手外 哇 那這個肯定啊 是要給大家推薦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動畫啦 那就是Risoto Boring 這個番超讚 余修正 那個水 那個細節 我跟各位保證 絕對不可錯過的神作 沒有啦 隨便這樣講 開個玩笑 那各位 但是還是一定要去看好不好 來 那麼 呃 當然呢 我的動畫走向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廣的哦 呃 比如說呢 像是 呃 傳統的熱血少年漫 我也會看 然後呢 一些運動的漫 我也會看 或者是呢 一些懸疑的 我其實都會看 但是呢 真的要我說啊 在內心中 唯一的神作 就只有一個 那就是 鋼之煉金術師 這個絕對是 無可撼動的一部神作 之前 本來晉級的巨人 快要超過 我對這個神作的期待 但是因為他的結局呢 跟魯魯修有點太像了 所以呢 反而讓我的這個期待呢 是下降了許多哦 好那 當然呢 除了這一種 呃 比較熱門的漫畫之外呢 我也比較喜歡一些小眾的 比如說像是啊 搖曳露營 但搖曳露營其實不算小眾啦 嚴格來說 我很喜歡那種悠閒 悠哉的感覺 看這種動畫呢 完全不用鬥腦 可以讓自己全身放空 我覺得這種是一個非常棒的感覺 或者是呢 明日同學的水手服 這一些都是非常非常讚的番哦 OK 那麼這大概就是我喜歡的動畫了 好再來呢 巨星仔 想知道要練什麼才能上冠高哦 目前的話 應該就是練 長髮櫻木跟老猴子吧 這兩個呢 到現在很多超凡冠高場的人 都還不會改 所以呢 這兩個練滿保證你爬分輕鬆 OK 好 劇動花之王和武藤 誰比較美 What the fuck 這什麼問題 下一題 來 有辦開箱抽獎嗎 其實這個呢 我也會特地拿出來跟大家回答一下 平常有在看我的實況台的朋友呢 應該都知道 我個人的實況台呢 我基本上是不做任何抽獎 這種要拼機率的行為的 我知道其他台哦 可能都會有一些什麼抽球服啊 抽現金啊 但是我從來不幹這一套 因為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個人呢 是不相信運氣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件事情的這種主義的人 比如說 我現在呢 所以我要開台抽現金 抽一萬塊 好 每一個人都留言了 結果最後只有一個人能夠中獎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其他抽獎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不太開心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歡開箱抽獎的 我只相信 你有努力 你就會有成果 所以你在我的台呢 你只會看見 有些觀眾如果達成了我的要求 我就會給獎金 像上次啊 他如果蓋木木大概贏了 我給他錢 這個你可以自己去問我 我不廢話 這場比賽 懂本川你要打單吧對不對 來 如果呢 這場誰贏 我直接888塊會進他的帳戶 或者是呢 像之前開麥克風唱歌的這個活動 他唱歌的我也給他求服 我只相信 有努力 才有得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個也 在此呢 跟大家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哦 在我的台 絕對不會有抽獎這件事情 OK 好下一題 戰鬥暴龍獸 還是鋼鐵加盧盧 戰鬥暴龍獸 Forever 好再來 選情子 還是才子當女友 那肯定是不用說啊 各位 肯定是攻城他媽 好再來 下一題 耳男喜歡蘿莉還是玉姐 其實我呢 從小啊 在看這個很多的動作片 其實我被影響甚深的呢 叫做麗花梨子 我相信呢 在座不少老司機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女友 那個時候他真的影響我非常非常深哦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個人呢 我自己就有一點點這個M傾向 所以呢 我比較喜歡玉姐 而且是被逆過來推的這一種 OK 好 下一題呢 想再問一個 哈哈 請問有考慮生孩子嗎 哇靠嗎 在這邊都可以被催生 你們真的夠狠啊 啊 生孩子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 呃 有空再說吧 孩子呢 要看男的還女的 男的把他掐死 女的呢 就嗯 好好疼 OK好 OK 再來下一題 耳男本身職業是什麼 哇 這個也是很多人呢 都曾經在實況裡面 或者是直接私下問到我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的職業呢 老實說其實算是半個公眾人物 有點類似老師或者是講者的職業 那當然呢 其實有時候在我的工作場所呢 也會曾經被一些人認出來過 呃 但是呢 如果說你真的有一天啊 在這個 路上不難認出我來的話呢 欸 也請各位的 喔 私底下呢 稍微講一下 或者是到我 臉邊來跟我講一下就考了 不要在那邊大聲 欸 是打完耳男 這樣會讓我非常的尷尬 OK 謝謝 好啦 那就是我關於職業一點小小的曝光 但是礙於呢 我個人職業的特性呢 我還是不方便多說 OK 再來下一題 耳男玩具花比較多 還是罐高比較多 欸 我覺得應該是 各種模型收藏花比較多耶 我 我 應該 應該是吧 應該是 OK 好 再來 YT降訂閱數 花幹罐高補的回來嗎 耳男目前在罐高 課了多少 OK 那這一題呢 我們就要有請我們的客服 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我目前畫了多少點 哇 這個金額 我自己看了 都覺得 漢眼啊 OK 希望老婆大人不要看到 好 再來下一題呢 今年幾歲 耳男幾歲了 幾年前剛看 以為是25 30出頭 結果發現結婚了 所以很難猜年紀 主播幾歲 不是 你們知道我幾歲 要幹嘛要跟我結婚是不是 我已經婚了 抱歉 好啦 我目前呢 是32歲 我是1990年生的 所以呢 也快到33歲了啦 哇 這個年紀 有點可怕 歲月缺人了 OK 好 再來繼續 下一題 可以露臉嗎 那必須是露臉 表示一下 成衣對於露臉有什麼看法 能露個臉嗎 哇 露臉也是一個相當人呢 相當多人呢 都希望我能夠露臉喔 呃 其實露臉這件事情呢 我早在其他的頻道裡面就有露過臉了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看到我的真面目的話呢 呃 你可以去上網搜尋一個關鍵字叫做play1 OK 好那這個你自己去看到就好了啦 總之呢 我自己職業特性的關係呢 我 並不會在我的頻道上面呢 去做公開露臉這件事情喔 那還望大家亮解喔 OK 好那下一題 再歡樂之餘也給一點勵志的問題呃 耳南在工作家庭還有YT上面有遇到抉擇或困難嗎 YT有想放棄嗎 是如何堅持到現在呢 有想過全職當YouTuber嗎 最後什麼時候可以看到耳南看花之丸吵架殺小啦 我們應該是吵不起來喔 OK 可以分享一下做影片的心路歷程 對著恭喜2萬訂閱 耳南有請騙師嗎 還是影片都自己剪 如果是剪 想知道你用什麼剪輯軟體 OK 接下來呢 就講到今天的重頭戲喔 就是呢 關於我自己這個剪片啦 是如何去剪的 那首先我先回答核癌的第一題喔 就是在工作和家庭還有YT上面有遇到抉擇或困難嗎 欸其實還好 老實說 因為呢 我一開始啊 在經營YT 其實這完全是無心插流流成一 一開始呢 我老婆其實是很不喜歡我打遊戲的 因為我打遊戲的時候呢 我就會比較 你也知道打冠高的時候 你其實不太能夠分神去顧及他人 所以呢 我每次打遊戲 我都會進入一個完全專注的狀態 完全不能做其他事情 那我老婆有一天就跟我很生氣的講 就是說 欸你不能再這樣繼續打遊戲下去 那你有本事 你打遊戲你就打出名堂 你就用遊戲來賺錢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想說 欸那不然我來搞一下我的YT好了 欸結果沒想到搞一搞 欸越搞越大 搞出名了 OK 所以呢 這個 老婆現在呢 也是從原本的反對呢 轉為支持 所以呢 我也很感謝我老婆呢 一直以來呢 都非常的支持我 然後來做YouTuber這一個副業 但是呢 呃 YouTuber你說能不能當全職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呢 還是不行 因為畢竟 原本的正職的收入呢 還是比起YouTuber高很多的 所以 呃 目前為止呢 還沒有全職當YT的想法 OK 可以分享做影片的心路歷程嗎 我自己的影片呢 全部 全部 都是自己剪的 好啦 當然啊 之前呢 可能有一陣子 我有嘗試過去請騙師 因為那陣子真的很 很懶的剪片 但是那時候 請騙師的時候呢 呃 其實我覺得騙師 剪得也不錯 但 並沒有辦法達成 很多我要的橋段 或者是效果 畢竟你知道有一些 迷因 有一些橋段 那些都是在自己腦袋裡面的東西 你很難去 傳達給別人 告訴別人 剪起來是怎麼樣的感覺 所以最後呢 我還是選擇全部都自己來剪 那我目前剪片的軟體呢 是使用在iPad當中 有一個叫做LumaFusion的軟體 LumaFusion 那這個軟體呢 它是iPad裡面的剪片軟體 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邊 好幾軌 一軌 兩軌 三軌 這些字幕 然後這些音效 全部呢 都是要自己來處理的 一軌一軌的這樣子處理 OK 所以呢 這是我目前使用的剪片軟體 那剪完這個片之後呢 最後我們會輸出影片 輸出完影片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影片丟到一個叫做Archetyne的應用程式上面 這個影片丟到上面之後呢 你就會用這個程式 這個叫Archetyne的程式呢 來做上字幕 那我是把影片呢 跟字幕這兩件事情分開的 把字幕上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做這個影片的封面圖吧 那我的封面圖呢 我會利用兩個軟體來做 第一個軟體呢 叫做Procreate Procreate Procreate呢 它是一款iPad當中的繪畫軟體喔 像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邊的每一個封面呢 都是我一個一個的去做出來的 那做完這個封面圖之後呢 比如說像這個最近的Archetyne的封面圖 做完它之後呢 再來呢 我就會使用Keynote這個軟體 然後Keynote這個軟體 然後用Keynote這個軟體呢 會來上這些字喔 打這些字 然後把這些字加上去之後 最後輸出 那就會形成我們的封面圖 所以呢 我的影片啊 封面圖全部都是自己製作 然後再把它PO上去 OK 那這就是呢 我每一支影片呢 出產的這個大概的流程了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其實出一支影片啊 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除了你每部影片呢 你要從頭到尾 剪特效 剪字幕之外呢 你也要自己做封面 然後呢 上傳影片之後 你還要想 你的廣告時間 要在什麼時候放 你才比較不會打擾到你的觀眾 覺得看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被用斷的感覺 OK 好了 那麼同時呢 你應該也會發現喔 基本上現在所有在做 冠高 在玩冠高的YT 有在做影片的呢 大概每一支影片 會堅持上字幕 以及特效的 大概就只有我 還有花之丸 但花之丸呢 它是因為它是有請片時 所以呢 這嚴格來說 不能算是它自己剪的喔 那像我自己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 親力親為 包括呢 我的字幕 包括我的特效 所以呢 我每一天真的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 上班的時間呢 大概都是在這個 早上10點到12點之間去上班 那 我在上班之前呢 我每天早上大概都是6-7點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影片剪完 然後字幕上完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再上完班 回來再開實況 開完實況完了之後呢 然後再把影片呢 剪成精華 然後再重新呢 來做一次剪輯這樣子 所以呢 呃 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頻道大概都是 非常非常完整的影片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堅持 每一部影片都去做字幕 然後以及做特效呢 是因為我希望啊 我的頻道 在YT裡面 打開來 各位只要一打開來 你就會看到它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什麼叫藝術品 各位 你不會希望你的整櫃模型櫃裡面 有一支超醜的模型在裡面 對吧 所以我的YT也是一樣 我不會希望我的YT裡面 有一支打開來影片 那個影片呢 是在水的 是在偷懶的 是沒有任何字幕以及特效的 我不會希望這件事情 當然你說 欸 我如果說要出這種 很簡單的片 完全沒有字幕 還有沒有特效的片 可不可以 那一定可以 我一天上五支影片 都沒有問題 這太簡單了 但為什麼我不這樣做 是因為 我自己的審美不允許 以及我不希望我的觀眾 看到我 整天出水片 當然呢 這個還是要考量到 我沒有在湊誰啦 當然這個還是要考量到說 當下的經濟情況 那是因為我有正業 所以呢 我可以一個禮拜只出兩支片 或者是三支片 當然有些實況主 他可能需要靠這個職業為生的 他可能真的需要大量出片 他才有辦法去維持他的生計 所以呢 我覺得我自己呢 對於自己的YT頻道 以及審美呢 我自己比較要求一點 所以呢 各位 也請大家原諒我 我的出片速度呢 可能不像 其他的實況主一樣 這麼快 可能一天兩片或三片 但是 我希望大家知道 只要你看到我出片 那就絕對是品質的保證 好 再來下一題 耳南以後 會有其他生活出遊類的Vlog嗎 類似之前外景 蹭到冠高周邊那支 不小心偷抽一下 抱歉 沒事沒事 耳南之後 會拍生活日常的Vlog嗎 好 那這個呢 其實可以回到上一題喔 上一題呢 我們是問到說 剪影片的一些心路歷程對不對 那剛好在這邊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剛好是我在上一次 出外景的時候呢 去剪的那支影片 那你看到這支影片啊 相較於其他的影片來說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在動的這個地方 他其實剪起來呢 更為複雜 而且特效更多 然後我要注意的東西呢 會更多 所以老實說 我覺得這樣的影片 不是說太好剪 那除了不是太好剪之外呢 他的流量呢 其實也是不是那麼的高 相較於我的 本身玩冠高的影片來說 不是那麼高 所以當然我還是會剪 但剪的數量呢 可能就不會像呢 一些這種普通的 普通的影片一樣 這麼多 像你看呢 普通的影片呢 我可能需要的字幕 需要的特效呢 可能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這樣的影片呢 他反而流量是更多的 所以我還是會選擇 以冠藍高手的這些遊戲影片呢 居多 那麼 VLOG的影片呢 當然也還是會出 但數量呢 可能就不會像 各位想像中的那麼多啦 OK 這個也跟各位說聲抱歉 那 還是會拍 不過呢 數量可能不會那麼多 OK 下一題 想瞭解耳南喜愛日本前五名女優 以及心中前五神考分考片 以及喜歡體味 原因為何 再來是否會成為新一代兒子通 哇靠 同學 你這個太狠了吧 想問最喜歡的AV 還有最推薦的番號 OK 好來 這個呢 我就必須要跟各位呢 來做個排名囉 來 首先呢 我先講一下 我會直接講 前五名的女優以及前五神尻番號片 那麼一名女優會有一到兩部神尻番號片 所以各位 筆記本拿出來 手機的備忘錄拿起來超好了 來 各位 首先第一名的女優 這個在我心目中目前為止還沒有掉下來過 街川千瑤 番號STARS149 第一名神番從來沒掉下來過 再來第二名 我要講一下 這個女優長的 你不能說她是絕頂漂亮 但是我跟你說 她真的超級好用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來了 她的名字叫做松永莎奈 她的番號是ADN190還有MYD460 各位 記好了 記好了齁 再來下一個呢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相當重要 來 下一個呢 我排名第三名的呢 是水澤美星 水澤美星 各位記好了嗎? 水澤美星 水澤美星呢 她的番號呢 BF639 BF639 那還有一個長篇集景的 長篇集景這個容量有點大 分別是MSFH048 她有分1跟2 所以呢 各位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去找一下水澤美星 這個我也是超級推薦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 是我認為呢 她的長相跟身材 都是1等1的決定的一個女優 她呢 就是結成立奶 結成立奶 那結成立奶代表性的番號呢 HMN030 除了HMN030之外呢 還有一個應該是TPPN218 OK 各位 超好了齁 好 再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 她長得不是說特別出色 但是呢 她的演技 跟她的身材 絕對都是1等1的超級頂級 那麼呢 就是小花暖 小花暖 那麼喜歡流汗的啊 然後跟喜歡靜卵的啊 那這個小花暖呢 我特別推 那代表的番號呢 就是MVSD514 OK 好 各位 都記下來了嗎 接下來呢 喜歡的體味這個部分呢 其實呢 我也深受了這個 日本動作片的影響啦 所以呢 這日本動作片呢 大部分的這個 最後的姿勢 都是傳教士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個人呢 還是最喜歡傳教士的 不過呢 之前有深受一個 這個籃球員的影響 這個籃球員呢 叫做小田優 小田優呢 她的那個臀部 實在是相當的厲害 所以害我呢 曾經有一度呢 都轉為這個背後的 背身單打式 不過呢 後來我還是喜歡這個 傳教士的體味居多啊 OK 那這個呢 就是這一題的解答啦 好 再來呢 在你的QA影片中提到我就可以了 老觀眾加50%乾爹 謝謝 好 謝謝 Kevin Chen 一直以來的支持啊 好啦好啦 這邊有提到你了 滿意了齁 那再來最後一個 王一二 021要跳了沒 還有住家地址 給你我吃屎 再來要給我扳手了 等你哪天不臭 我再給你扳手 好啦 OK 那麼各位 以上呢 就大概是呢 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兩萬Q&A的所有的內容啦 那麼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這支影片喔 那麼也同時呢 要感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 也請大家呢 繼續多多支持我的實況台 以及我的影片 那麼就感謝各位 收看今天的節目內容囉 我是台灣人 大家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